好 其實現在網路的那個手機的功能上很多 你要想手機它這個系統 它結了網路系統之後 它事實上它真的可以做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有時候我們還想到的 我剛剛講地震預測的事情 我就覺得滑車是一個蠻有趣的想法 那事實上它可以幫到什麼 它事實上還可以做一個事情 就是說假設動機是很多人都裝了 我可以變成是一個都市安全防衛系統 這麼剛剛講的 我譬如這邊突然有一個遺症 要不然有一個車禍 你還要請等人家打電話去call什麼 這次會有一個時間 可是我如果說有手機監控 譬如甚至有人在那邊被搶劫了 那我可能在手機上安裝這樣的系統 譬如喊救命啊 或喊搶劫啊 我把這兩個相關的keyware放在這個系統裡面 這邊的手機只要震射到訊號 我就立即馬上傳訊息給警察局 那會不會有屁排 當然也會不會有屁排 但是譬如說這東西是一個 可是警察有不見得回去 就是 就是假設我的能力 我還可以掉到附近的那個監視錄影帶 現在不是很多監視器嗎 我們還可以知道說 這是在某個接口 某個接口這邊有人喊搶貼 我們還把附近接口的那個投影機 那個監視錄影帶全部掉出來 現在整個要超過 對不對 假設有辦法的話 是不是可以做到一個 類似放對擋放的一個功能 有沒有可能 所以其實 其實手機的功能 事實上還蠻可以想的 很多東西可以做 就是假設你有興趣做APP設計的話 這些事情都可以想想 還可以涼皮 我今天早上睡覺的時候 昨天發現有人很不舒服 我呼吸的時候 聽到我的感覺肺喲 呼嚕呼嚕的聲音 好 然後 我早上起來就突然想說 誒 我手機還可以設立成聽診器啊 我有耳機聽嘛 我把那個麥克風對到我的胸膛 我是不是可以聽到我胸膛裡面的聲音 呼嚕呼嚕的聲音 我就算我去查 我來的這個軟體 聽診器的軟體 然後 我就給它安裝了一下 我有用 就聽不見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手機的版本的問題 因為它可能 不同手機的那個 擴音機啊 麥克風的效果不一樣 所以你要手機很好看吧 我聽不到 所以我在想 應該可以去 買一個不一樣的麥克風嘛 我只要有適當麥克風 我把那個手機耳機接觸 耳機 對耳機 麥克風對麥克風 我把麥克風接到我的胸膛 我應該可以聽到 聽到那一條 你買個聽冷器 你平常用不到啊 手機事實上是很多 你本來因為耳機有那種 有些講話的那個 對對對 我想說那耳機啊 因為那耳機平常可以用的到 我覺得那耳機就可以搭不去 有可能可以取代聽冷器的功能 那你用手機還有跑出啊 還可以也許可以錄音啊 可以我現在聽一聽 聽一聽聽一聽 聽完之後 我的膽子有問題對不對 我可以把錄音再錄起來 我寄給 假設有醫生他 因為做網路門診的話 我就寄起來寄給他 你幫我聽到 你心臟錄了什麼東西 對不對 他就可以由於其從 你錄音過來的 那個心臟的跳動狀況 去推測 有沒有什麼樣的狀況啊 是不是 所以事實上這個 還蠻有趣的 可以想一想 好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運動中的天井 這是山上地克的追蹤艙 從這張開始 他有三張開始 對不對 好我們先解釋一下 光喔 光的速度非常快對不對 對 所以一個笑話說 遠方打雷 我們先讓閃電再聽到聲音 為什麼 因為小儀說我們眼睛長得多前面 好 但是 答案是光頭人 還是光頭人 還有白癡 小儀嘛 反正說錯了 聽說笑才會有意思 好 頭上張草變成什麼 頭上張草那是什麼 小儀 小儀 對啊 小儀 小儀 頭上張草是不是 好 好 OK 光速度很快 光的速度很快 光的音量集 多久 光 光速度很快 光速度很快 3.112 3.112 那是什麼 3乘以10的幾次方 23次方 24 23次方 23次方什麼 23次方什麼 因為這跟單位很重要 對不對 跟單位很重要 大概幾次方 蛤 24 3乘以10的8次方 好 好 對 單位是什麼 公尺 每秒公尺 所以到每秒跑310的8次方公尺 光速度很快 那光從太陽到地球跑都有 太陽 發出一道光 這道光都地球 8小時 太久了啦 嚇死人了 3秒 3秒 也沒有用 也不是也沒有用 欸 直接有跟8小時 不是8小時 跟8有關係 8 8分鐘 好 太陽 光打過來 就地球 要8分鐘 好 要8分鐘 好啦 我們要想想8分鐘 所以光到底走多遠 呃 呃 3乘以10 8之中 乘以6 10再乘以8 OK 乘以8好 沒有非常好 所以這樣大概多少 那力是 8六四十八 對 對 這樣大概多少 4點8點3 就大概是1.5 5 乘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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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尺 公尺 所以 所以你可以看 太陽到地球的距離 大概是怎樣 這多少 各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億 十億 千百億 一千億 一千四百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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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尺 一千四百四十億 公尺 那實際上 我不知道這有多遠 反正就很遠 對不對 簡單來講呢 它就是多少 地球直徑的幾倍 地球直徑的幾倍 地球直徑有多大 我們來想像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數據 地球直徑有多少 其實又回來了 好 光一秒鐘到地球多少 有一個說法 好像七圈之類 七圈半 地球 光從那邊出發 一秒鐘可以到地球七圈半 那你拉頭 那你拉頭 但是那不可能 因為光一照 它就直線配出去了 那只是想說那個距離 那距離相當 然後人應該不是趴在 平常人就消失了 人就直接 就 潰縮 那個整個原子 我以前的原子結構是潰縮 然後光會趕上去 但是我可能在地馬中說 我記得是地球七圈半 所以地球的功能多少 是把 三乘以 十 就是八十嗎 除以七點五 三點一十 欸多少 很老教學 欸多少 不知道 是猜猜看 我們把這變成七的話 三十 三十乘以十的七字吧 三十除以七 可不可以出得進 對 三十 三十除以七 可以出得進 二十 二十 怎麼是 二十 二十五 三十 三十 三十除以七點五 怎麼是二十五 三十六 三十除以七 怎麼會是三十六啊 三十除以六 七點五 不知道 你看嘛 七點五的一倍 七點五 七點五的兩倍都長 七點五的兩倍是十五 七點五的兩倍是十五 四十萬公里吧 四十萬公里吧 四十萬公里 四十萬公里 不是四十萬 四千萬 四千萬 你看嘛 這邊是不是 這邊是不是等於 七 七點五乘以四 除以七點五 對 三十是七點五乘以四 不是嗎? 因為其實我約掉了,所以剩4 所以等於4乘以10的7次方 我剛剛說錯誤,不是啦 是4萬公里 4萬公里,說錯 4萬公里,這是4乘以10的7次方公尺 所以是4萬公里 所以地球一周是4萬公里 一周4萬公里的話,那地球的直徑是多少 等等,4萬公里 就是一圈 1乘3014 OK,不要這樣 4才10的7次方 再除以3.14 乘2 乘2才直徑 好,圓周是什麼? 圓周 2拍 3.14 對不對,所以除以拍就是2啊 2啊是直徑 對 2啊是直徑 對 是直徑 所以這樣多少 多少 1200 1200 73萬 好,現在就是1.2乘以10的7次方 所以 地球的直徑是1.2萬公里 也就是 1200萬公尺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對 ok 好 那地球的半徑就是6千 是不是 6千公里 地球的半徑是6千公里 基金什麼 地球的半徑是6千公里 6千公里 6千公里 好 好啦,我們把這個距離 台灣多長啊 台灣 它的長度大概是 380公里 蛤? 喔 那才十分之一 什麼可能 這是6千公里 6千公里 你不說我們380多 20分之一 5%耶 好 好 第一球才能指 台灣 那麼 長 真的 6千公里 有300多公里嗎 台灣 台灣很長 這6千公里是指的是半徑喔 半徑啊 半徑跟你長度的比較 我們台灣的比 台灣的 就是6千公里 台灣的半徑是400公里的話 6千 所以約掉約掉 約掉約掉 等一看 15分之一 我們台灣的長度應該是15分之一半徑 15分之一的半徑 可是地球要從 在連日之後15個台灣就可以到 地星 對不對 可能 欸對 會不會 好幾年之後 好幾億年之後 然後地星會一直變成 好 我們然後就有個那個 有個造型國家之類的 然後就把地球繞一圈 再講一遍 就是或是會耗機一年之後 然後中間的地形變動 然後就可能會有個國家地形繞地球圈 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這是有可能的 好我們可以來知道我們 我們 我們離地表 多遠啊 離地表多遠 離地表多遠 在那邊 離地星啊 我們的地星就是 剛不行啊 那 這是我們的我們要驗證啊 有辦法 我們有那個 有有有有有 地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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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嗎 可是我是沒辦法驗證 離地星多遠啊 哦 因為你要需要 知道地球的質量 這個是反推的 互推的 好簡單來講 我們看一下這個地球影 台灣的長度如果沒有錯的話 這樣差不多齁 因為我們從地星到反過來的話 這個長度這樣五十五倍 大概是整個地星的一半沒有錯 那如果我們從頭到尾這樣來看的話 台灣的長度沒有到一半 沒有到十五分之間 從這個周長來看的話 我們剛剛講周長是多少 周長是 四 周長在這裡 周長是四萬公里對不對 這 台灣的 整個地球的一個半周長是多少 是兩萬公里 對 是兩萬哦 兩萬公里哦 那剛剛這六千尺是半徑 對不對 是半徑 所以我們事實上如果說 我們拿台灣的長度來跟整個半周長來看的話 是五十分之一哦 台灣的長度是整個 整個沖南到北的長度是五分之一 五十分之一 五十分之一 五十分之一哦 所以看起來還是很小 還是很小 好那我現在其實我剛剛想做的事情是 我想把地球的直徑地球大小跟太陽到地球的距離來都比一下 好 所以我們已經知道地球的半徑在這裡對不對 我們把它放這邊來 六分之十的六次方 好 約掉 剩五對不對 十的五次方 然後這邊六 所以我把它四次方放一個一過去 看什麼 十五分之六 這邊是十的四次方分之一 把導數一下就是 十五分之六 乘以十的四次方 這等於多少 二點 二點五 乘以十的四次方 有 地球到太陽的距離 是地球 半徑 這是半徑 半徑的幾倍 二點五乘以十的四次方倍 就是兩萬五千倍 對 但有感覺嗎 對 沒有感覺 兩萬五千倍就是說 假設 假設地球 直徑是兩公分 兩公分的話 那 地球到太陽的距離是多少 就是兩萬五千公分 兩萬五千公分 是幾公尺 是兩百五十公尺 也就是說 假設 我們太陽 我們地球的 直徑是這麼大的話呢 太陽會在哪 太陽會在那個 馬路邊邊左右 再過去一點 對 太陽這麼大的話 地球這麼大的話 太陽會不會在 馬路邊邊 兩百五十公尺 遠 可以想像嗎 所以我們到太陽的距離 是很遠在繞 是很遠很遠的地方 它繞太陽 有感覺 太陽已經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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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是光澤 會扭曲嗎 好像沒有辦法 會扭曲嗎 沒有大家說可以把它放進去 對 不過那個扭曲 沒有辦法發現 太陽這邊的能量很大 這才會 沒有辦法 太陽因為能量很大 對 太陽因為它 它的能量一直 它在做核 它在做核融的煩惱 太陽上面的 現在目前來講 是氫 太陽整個 整個太陽 這麼大一個太陽的體積裡面 它實際上是氣體 整個太陽都是氣體 它氣體多到現在 而且它都是氫氣 所以它現在是裡面的氫氣 跟氫氣在融合成氫氣 氫氣跟氫氣 氫氣融合成氫氣 融合的過程當中 它會有很大的能量 所以太陽比較多 就是這樣 OK 但太陽已經過了它的 年紀的一半 他說現在太陽是46年前 形成的 但它已經基本上很快 就是按照推測啦 就是 壽命 應該在過大概21年以後 太陽就應該到一個老年的太陽 沒有到爆炸 沒有到爆炸 因為它的引力變小 因為它燃燒 所以它質量變小 質量變小 之後它整個氣體會膨脹 因為抓不住了 氣體會膨脹 到那時候呢 它的膨脹的範圍 會超過地球的軌道 也就是說 太陽還在20公里 25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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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可是它過了 大概二三十一年之後 太陽會膨脹 膨脹到這裡來 太陽變這麼大 那太陽是變大還是變小 是變小 是太陽在膨脹 它是密度變小 它膨脹到這麼大 所以地球怎麼被爆炸 所以地球會不會非常高 到那時候是非常非常高溫度 但是應該不用擔心啦 應該不用擔心 我們應該看不到 好 所以我們在整個 開始宣對那個 天體中的 宇宙中的天體上 有點認識一下 在目前科技 要想像中是怎麼樣 是宇宙存在某個時候 它是一個 如果能量集中在一個 比真還小的點上 因為能量太高了 突然有一天它就爆炸 爆炸 爆炸的時候呢 它並不是分散得非常均勵 所以有些地方就會比較多一點 多一點多一點一坨一坨 就跟你拿那個氣球 去把它戳破 爆開 那個水絕對不是麻辯 霧 水一定是一坨一坨的水噴出去 對不對 地球 當然是宇宙也是一樣 你爆炸那一瞬間呢 會有些 因為它從能量變質量 這是職能互換的一個過程 能量變質量的轉換過程 瞬間會把能量給釋放出去 那這個能量馬上轉換成質量 變成一坨一坨一坨的 我們叫星雲 或是魚肚的塵埃 然後呢 這個比較大坨的塵埃 因為它鼻子中硬的關係 又開始吸引 又要吸引 就變成一坨 一坨很星星的樣子 或星球的樣子 這個緊密的結合呢 就會變成像地球這種比較硬的結構 比較鬆敞的結構呢 就像太陽的氣體 事實上木星也是氣體 你以前說太陽就整整都是氣體 對 這樣講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講不到氣體啊 事實上它內心的地方 應該還是會有一些 類似像 溶溶泰的一個液體 有可能這樣 有可能這樣 好 二元下課 好吧 我把它倒起來了 好啊